早安 大家聽不聽到呢 我們很準時的開啟這個Live 我們現在模擬大西北 無論是屯門 元朗的人 應該都有機會不想被隧道閉 就是這樣走去新開的屯赤隧道 現在模擬一下 為何我們會走這個方向 剛才不是說了嗎 就是模擬屯門或元朗的人 就會在這裏繞上去 因為要在屯門公路旁邊的這條小路 單一條路就可以上黃珠路進去 是啊 我果然未睡醒 其實我也未睡醒 因為平時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都不是那些很貪新鮮 馬上上去新隧道開了馬上去的人 但是工作我們是一個傳媒 我們有責任告訴大家 究竟這條路是甚麼狀況 這段的環媒公路 即是近屯門市中心這一段 我真的覺得很糟糕 很混亂 又多大車 是啊 車又多 然後很多隔音屏 視野又差 拍攝相機又多 拍攝相機又多 拍攝相機又多切線 切出一切入 平時未開一條屯尺公路 屯尺的隧道 我們已經覺得這條路真的很難搞 日南有路牌 前面 是了 500米 要早點切進去 但千萬不要切進去 我讓大家看看前面 就是這樣 對 先不要切到左邊 看來大家都很紳士 前面這些車應該都是行團尺 跟我們一起 你看這段路真是黑色的 很暗亂 還有很多大貨車 靠左駛 對 靠左駛 如果你在洪水橋 南地 甚至元朗西那邊過來 平時上班時間 要切入這條線 我是有點懷疑 是否真的這麼通訊 平時我自己在屯門出發 就是走這條小路 還有這條路是有巴士會駛出來的 這條路口 我有沒有說錯 對 因為我已經很多年不是屯門人 現在轉去黃珠路 這條就是唯一一條可以上去的 對 你錯過這條路口 麻煩你走回屯門公路 嘩 這樣就很遠了 很大工程 嘩 但這條路牌是否還未準備好 還是怎樣 這裏就沒有了我屯門的指標 沒有 記住這裏是30的 這條路 其實是很離奇的 而且這條路很急 是的 黃珠路真是很著名 哈哈 是著名的鬧角 好 首先 自從堆填區越來越興旺之後 這條路變成堆填車的必經之路 真的有很多大車 原路你見到已經沙塵滾滾了 地面是黃禁禁的 再加上不知為何泥頭車是特別兇猛的 所以這條路你見到泥頭車 你不要跟它 不要 你讓它們 你讓它們 好 我見過北俠一次 泥頭車是沖燈 硬撤線 跌東西下來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現在看到有新的路牌 我們轉一轉 有隧道標誌 內河、馬頭龍、虎湯、東湯、珠海、澳湖 這個彎其實挺急的 記住這裡還是50公里 而且這個彎真的急的 不是普通急的 是特急 是特急 青山很漂亮 已經塌了雪糕桶 升了大風 這裏是哪裏 我真的不懂 其實我中學在這裏附近 但太久沒有來這裏了 是龍門居 是呀 是呀 你中學也不是很久 那裏沒有多久 我畢業不久 記住這裡是50公里 這個50公里 其實很難忍耐 如果你的車是有上下的 我說泥頭車 不是說跑車 其實很難保持50公里 還有相機 這裏是50公里 如果有觀眾剛進來 先跟大家說一聲早晨 現在我們準備去行屯赤 龍門居 知不知道屯赤是甚麼呀 屯赤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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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如果你在屯門出發去 突然間又變回70公里了 是的 如果以往你在屯門出發去機場 要多久 好像都要四個字半個小時 四個字 如果可以打得到 這麼快嗎 是的 現在有這裏隧道 豈不是更快嗎 現在好像是十分鐘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十分鐘去到 是嗎 這麼快 應該不是 它應該是由隧道去到那裏 是的 就是只是走隧道 因為我看資料 它說節省了二十分鐘 所以其實差不多 如果你只是計算點對點個位 但如果你真的計算家 直接去到 譬如假設 是小康園 是 直接去到機場 以往走屯門公路 我相信都頗遠 都遠 但最慘的是 你明明看得到的 你繞了一個大圈 你看著它 但還未到 有個相機 大家小心 這裏都是50公里 用不用付錢 有沒有收費 還是現在是免費的 整個清源都不用錢 好像之前有計劃裏面 是要收費的 現在 它說因為之後還有新路 還有嗎 好像是 來到這個迴旋處 我就不知怎樣走 這個將來是大鑊 這個迴旋處大鑊 這個迴旋處大鑊 這個大鑊 這個迴旋處大鑊 這個迴旋處大鑊 這個路口是去內河船碼頭 龍骨灘的 就是沙塵滾滾 更加會滾滾的地方 這裏 這麼急的彎進去 就是這裏 對 這麼急的彎 基本上是掉頭彎 我覺得很硬 我覺得 因為今天是停車私家車 將來有很多貨車 巴士 明天開始 對 還有走機場的速遞 貨車 還有中港車 還有中港車 突然間很陌生 不知道在哪裏 開始就80了 這條隧道 新的團赤隧道是走80 但是留意著 有一些又變回50 出回去有可能又變回70 所以大家留意著 還有就是隧道裏面 聽聞有十 十二部 十二部相機 沒有說清楚怎樣分 嘩 現在十二部都開了 也挺壯觀的 嘩 裡面走80 現在十二部相機 中了十二次 哈哈 不要按 好了 入到了 暫時都很暢通 原本想著會不會有很多車 已經在塞迴旋處 我打算 好像比想像中平坦 這條路 真是挺斜的 其實很斜 進到來 好像說 做的方法 都是跟普通的隧道不一樣 是不知怎樣轉下去 是 不過這些我們 真是認識條鐵 真是不認識 但是這條路都挺斜 下去就無所謂 如果是上回來 那怎麼辦呢 因為香港有很多條 如果大家有經過 香港很多條隧道 特別是舊式的隧道 都是要上山再下山 好像最經典的就是獅子山 還有的就是張君浩隧道 往往就是因為上山的時候 就閉著了 未到西北亭近入口的位置 是啊 你看看張君浩隧道 一多泥頭車上 又背著重磅的時候 是 這條路就堅塞了 獅子山就好些 因為獅子山有其他路 但張君浩好像沒有 走寶林 大部分都不會這樣走 這條路是更長的 都是這樣上山下山 左左右右 寶林 這條路是不好走的 比想像中停毯 暫時感覺好像鋪得OK 沒有彎仔繞道那種感覺 嘩 速度牌要不要那麼矮 大哥 好像很壓迫 是啊 嘩 很新型的相機 迷你版相機 應該會再見到的 大家 大多機會是12個 等下見到再提 5公里的隧道 是 這部分是5公里 12個不會是單向12個 不會 那邊沒有 那麼好 那麼順 好像很矮的隧道 是啊 但我覺得路就平坦 都算平坦 OK OK 相對於彎仔繞道 彎仔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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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離譜 都不知是誰 最難看不到 什麼位置 但是也是 看得到 這個就是 迷你相機 這樣掉下來 是啊 說回彎仔繞道 你看不到 但是不知為何 它的車子 總是起起伏伏的 你不要說 駕駛著 法拉利保時節 都已經在這裏 而是 我相信駕駛著 Rolls Royce 都死了 很離譜 我不知道哪個駕駛 這樣都收貨 他們做測試的時候 都應該知道 可能去拿一個 現在什麼都行 都算駕駛了 都算駕駛了 但是五公里都幾長 都幾長 記住 裡面是不給設線的 因為來回都是雙線 香港的隧道都基本上是不給設線的 有哪類隧道 給設線 沒有 都是頂多臨近出口的位置 都是的 尖山 尖山的小段 是的 但是它好像不給人設 又不行 但是有些三線的隧道 都不給設線 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見到彎仔繞道走左邊 可能出彎仔那個人 真的未必知道 不能切出來 來到尾尾 還有很多時候 在彎仔繞道 看到那些車是 硬硬切上半線 是的 臨入那個位置 因為它發覺 已經不能切了 那麼它就硬來 但是三線的隧道 真的不可以設線 是否真的 安全指數要高得那麼厲害 最重要呢 我們在歐洲試車 有時都行到三線的隧道 不過很少見 很少見 因為他們的交通流量 不像香港那樣 但是 有些長一點的隧道 三線 都會有一段 是會被人設的 因為中線有些車 真的可以行得很慢 你不要說快線 香港的車行得很慢 是 總有的 最基本的就是 屯門公路 你在看留言 我正在看大家 但是字很小 我要掃到很前才能看到 不好意思 我安靜了 我在看大家的留言 現在開始上斜了 今天人們很乖 過得很慢 當然 第一天開債 他不想做第一顆入球 因為大家已經在說 今天誰會出事 是否會堆死 看見路牌了 東涌 我們應該去哪 不如我們繞多個圈 看看 回到屯門 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興趣看 還是入機場吃早餐 我們下班 先看看 為何這麼迷惘 這裡 東涌 東涌 珠海岸門 那邊就是 我們去機場 對 都沒有大家選擇 除非你落東涌 的士列那邊 糟了 他的隧道比較矮小 路牌要走到差不多近出口才看到 剛才電光的位置 對 但是香港人開車 是要走到很近的路牌才看到路牌 是 大概50米以來才看到 糟了 出來這裡的路口一定會吵架 嘩 還有這麼多沙石 路面 好像還未準備好 因為那邊還在修路 對 都是這樣 有關心 我們都不是用中移動 但是不知為何 剛才出隧道那一刻 就已經收不到了 一直都收不回 先不好意思 現在我們繼續 我們就決定再繞個圈 走回屯門 看看是甚麼狀況 現在我們在1號停車場 正在駛出去 我們沿著九龍的路牌 因為新路好像還未指去屯門 好像還未見到有一個 是指去屯門 好像還未見 好了 我們不如又給大家看看 前面的路是怎樣 好 不過不會吧 順著走 看看路牌 因為雖然這裡是 之前一路走開的 入機場 出機場都是走這條路 但是剛才一來到這個地方 覺得很陌生 所有感覺都 好像完全不同了 一來我們一年 沒有來過機場 超過一年 怎樣 一個路牌都沒有 一緊去屯門去哪裏 看到了 終於有一個了 但這個不是舊路來的 應該不是 對回前面 不好意思 這個 這是新牌 應該是新路 很難說 屯門 我們要信政府 沒事的 真的 OK 好 但剛才一出隧道 是真的沒有了 network 這個是有少少有趣的 香港好像很多 很多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已經習慣了 還是因為新路 還未鋪好 network 這條路 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是 這麼多人釣魚 不開心 剛才你們走完 已經有人撞了嗎 不是吧 是吧 斷尺隧道27天通車 我知道 應該是對 應該是對 應該是這裡 因為這條路是未見過 未見過 對 現在看到第一個路牌了 對 有個很小的路牌 隧道只可以斷尺 這裡是70厘出去 哇 這條路是不太小的 這條路是不太小的 是新路 外面比隧道還要移椅 這條路應該是新路 對 對 對 你看到有架閃閃 對 閃閃 這裡有80個 挺好走 大家會否有一個疑問 香港為甚麼馬路 無論在公路、天橋還是市區 都是有很多坑渠蓋 對 但好像很不規則 是 有時候 離離斜斜在半空的天橋 也有很多坑渠蓋 然後有兩三個黏在一起 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香港有這麼多坑渠 是否算過斜度 真的不知道 我是替駕駛電單車的人 擔心 這麼多坑渠蓋 因為我之前都是駕駛電單車 這段路通了很久 不好意思 因為很久沒來這條路 原來這段路通了很久 真的 比較少 走去珠海 廣珠澳大橋的方向 是這支路來的 我們都沒有資格走廣珠澳大橋 沒有 是吧 我們是平民百姓 沒有牌 有車但沒有牌 我們再進去了 這裏已經直接來了 是呀 左邊這條線 就是應該 是哪裏來的 是否行 繞道 三浦幹線再駕駛進來 這個位置 即是在欣澳的方向駛進來 這裏 好像在這裏 在這裏 外面也比較短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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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頗平穩 我覺得上算OK 是 又是斜路 斜路這一段是沒有上機的 是 剛才忘記數一下是否平均分佈 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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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段看看有多少部 大家 我真的覺得隧道真的有點 很矮的 感覺 是否比平日的矮 可能 應該高於紅磡的 但你感覺上是有點 逼偽的 我正在想 究竟是甚麼問題 當然這條是海底的隧道 有不同的掘山 大老山的路牌是在上面 你感覺好像圓一些 還未見到第一部相機 好像前面有一部 先看看 那些不是吧 這是第一個 不如說嗨 不如快點 你經常都用屯門公路 你會否選擇 我出九龍的時候 我寧願走這邊 都不再走屯門公路 好像有點轉折 但屯門公路真的塞起來很可怕 是 我發覺通常回屯門 塞得比較金 出去比較少 出去好像沒有那麼金 我感覺上 但是去到深井 大家轉進丁九橋的方向 是 其實是很危險的 是 是 很亂的 深井的人上來要出去 是 屯門出來的人要進去 去丁九 是 接著那段路有很多拖頭 在彎位 大家左插右插 是 那段路經常都是塞 那裏 過了就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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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會選擇走這邊 真的嗎 譬如我去西環那個方向 嗯 我熟悉去西水 是的 去港島西的 其實 其實走這邊 再搏 我旋舟大橋 再走西水出去 其實這條路應該挺爽的 會不會走多了很多呢 我自己開車就會寧願走長一點 都不想走得很不順 是的 那種感覺 譬如我入沙田 我都會喜歡走大腦山 多過走獅子山 嗯 但你就好像兩條都不走 是的 你就是走大埔道 大埔道 是妃女來的 大埔道都很慢 看看有沒有幸運 因為你回到沙田大埔那邊 你只有一條線 慢起來真的可以很慢 但我不想很不幸運 我經常走大腦山 是 不過也不是大腦山 現在你收工時間都經常無家 十多很長 是的 有時候是走回農場道 再轉進西水山 更快一點 又是這個老問題 但屯門公路 真的不是一個很好走的地方 我不知道為何屯門公路 是有一種很疑慮的文化 一條路裏面 唉 不要提 快線就是慢車 是的 慢線是快車 還有慢線很多時候是沒有人走的 是的 慢線是沒有人走的 慢線是沒有人走的 不是 即是沒有車走 但我又不是很想在慢線這樣過別人 是的 是一個很不禮貌的做法 換著我們在外國試車 慢線過人是真的被人罵的 是的 是追著你們罵的 所以很奇怪的 屯門公路 至於說屯門公路的彎 是否真的那麼危險 其實我又覺得 你設定的上限只有七八十 有多危險 其實是 不要玩了 當然說你如果是飛車 很多路都可以很危險 只要有其他車在用那條路 你就危險了 是不是 就這樣走 你的車的機件是正常 沒有東西的 有多危險呢 好了 現在我們走回 差不多出去的了 是的 你有沒有覺得五公里很硬 是的 如果這樣走 剛才我們在走六十多 會不會覺得很好 你之間一色一樣 又很光亮 我走過一條歐洲的隧道 很有趣 應該是Mont Blanc 還是 我忘記哪個山下面的隧道 都是瑞士很長的隧道 以防你眼睡 隧道有不同顏色的 即是燈光 是的 燈光不同的 即是Night Club 這麼好嗎 現在出來還是80 上一斜 珠缸貨倉 這個珠缸貨倉應該沒有關係 這裡放相機便飽了 射著上車入口便飽了 先拍照 前面開始50 為何會是50 新聞報道也有說 原本是有個收費庭的 原本是要收費的 後來就決定不收費 後面可能搞到不 是 不是 是消防的 這裡是50 應該有巴士轉乘站 這裡是三轉二 這裡是三轉二 就要小心 到那裡 然後可能要改造另一個瓶頸 現在做更好 現在要選定了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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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拾了一招 消防不重装备 刚才跟着前面的消防车 注意车速 我知道 这个弯很急 还有灯光相当差 由光位进去 一出便是回旋处 还有这个小隧道 很抖 咦 又断了 对 又是那些一出隧道 这边左转便应该是市场室 不过你不阻转都可以 在大湖船处再转左 仍然是市中心的方向 但这边应该要等下 今天才不用等 如果这样设计也仍然好一点 但如果你走大湖船处 再转入市中心的方向 就吵架了 现在又回到龙珠路 这是什么龙虎 卖地下转 是的 转移转 是周旋的 很多垃圾的 看到后面的货车也挺快的 现在我在走65 转一转给大家看 过了 过了 这些大车是开得很快的 当然它没有超速的 现在有70的 应该是70的 不是有70多的 因为我已经走70了 它是算是好守规矩的货车 来头车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有时你看到它快起上来 这部车是避免避免避免的 是的 而且它都被转移 然后又收回50 所以这段路很诡异的 80 70 50 70 50 不断地转 那我就比较柔柔的地面 整个木头 刚才有整头现在有木头 所以走这段路大家要 小心 多点看看路面有没有东西 50 50 糟了我超速的 先减慢 马上减慢 对面好像开始多车 以往走这条路进去的大部分都是泥头 因为进去已经有木炭那边 是的 其实里面没什么 但用这条路去驳一条这么核心的路 又不是没有它的道理 不过 多点抹一下这条路 如果你不想走这条路行不行 走下面也可以 但是它的灯位真的多很多 你知道屯门又多 灯位的原因是因为很多轻铁的交汇处 每个轻铁交汇处的灯位 都是痴呆的 为了保险撞得太多 为了保险 每个灯位转 好像平时 我一边转红灯 一秒两秒这边就来的 有时有轻铁又要跟轻铁的时间 是的 所以又有点呆呆的 你走里面多一点时间 走这边就危险一点 但是又骚髒一点 现在我们走回屯门的方向 屯门市中心 这边是没得出的 有的 因为我看是太多年没在这边生活 是吗 应该是这边出的 应该是这边出的 因为我很少走这个方向 不过洗又好像不太环保 算了 没有啦 你洗完之后的日子都不洗 可能几个小时后 也是吸塵了 你看牌是黄地按的 是呀 封塵了 这边也没办法的 这边可以直接上去 这里吗 可以直接上去 我们进新区 是的 在这里 OK 那我们直播大约 是否到这里 也是啦 等大家看我回家 你暴露了这些东西 个人资料不是很适合 好啦 今天就暂时到这里 我们 跟大家都拜拜 刚才不好意思 断了线 可能 下次希望做得好一点 是的 今天大约到这里 多谢大家 好啦 拜拜 拜拜